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,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翔子。 2月22日,刚刚官宣怀孕的消息后,42岁的赵小乔晒出一条动态,高三下开学日,请大家期待,子全高中最后一次上学路。 18岁的刘子权,就读于高三,拍了爸爸刘亮佐的电影。 刘子权的最后一次上学路,赵小乔挺着运渡,送祭子上学。 照片中,54岁的刘亮佐头发,已经又白又少,大胡子,也全都白了,站在前面,拿着手机自拍。 18岁的刘子权,冲镜头露出灿烂的微笑,赵小乔怀孕后,做了新发型,素颜出镜,运相满满。 赵小乔坐了三次试管,打了一百多针,才如愿怀上孩子。 做试管,这一年多的时间里,赵小乔不能喷香水,不染头发,调整作息,承受那么多痛苦,才得来这个孩子。 他们一家人,都超开心。 刘亮佐也在INZ上分享了赵小乔怀孕后的状态,吃完早餐,就继续睡觉,起来继续吃继续睡,肚子越来越大,少量多餐。 赵小乔还被老公夸赞事,勇气妈咪赵小乔。 陈乔恩,还有给好姐妹点赞。 42岁的赵小乔都这么艰难才怀孕,41岁的陈乔恩和艾伦也得加紧了,不然年龄大了,怀孕真的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。 赵小乔和刘亮佐交往六年,三年前结婚,也就在刘子权很小的时候,赵小乔就已经和妓子关系非常好。 所以在得知赵小乔终于怀孕的时候,刘子权也激动发文,我终于要当哥哥了。 其实在赵小乔多次做事馆的时候,刘亮佐父子曾担心赵小乔太过于辛苦,劝其放弃,好在赵小乔坚持下来了,最终如愿以偿。 刘亮佐自报说,他们孩子的预产期是今年的八月份,也就是赵小乔在孩子怀孕四个月,孩子真正稳定之后,才跟所有人分享的这个好消息。 今年过年期间,赵小乔就分享一家三口的拜年照,那时候赵小乔已经怀孕三四个月的时间,脸上就已经看得出运向。 不过等孩子真正稳定才官宣消息,也在情理之中,毕竟之前事馆失败过两次,总希望孩子真正稳定后再官宣,总归是稳妥一些。 赵小乔和继子刘子权的关系是真的很好,母子俩更像是姐弟俩,赵小乔怀孕成功,当哥哥的更是非常激动,赵小乔也终于迎来他和刘亮佐共同的孩子,也给刘子权在这世上多了一个亲人。 去年一月,赵小乔曾拍摄视频,讲述他事馆经历失败后,情绪有多么的崩溃,那么怕打针的一个女生,为了生出一个可爱的宝宝,要打一百多针。 赵小乔眼睛都哭肿了,可想而知,当他们一家人得知怀孕成功的消息后,该有多么的兴奋。 作为组合,七朵花的队长,赵小乔当年选择,嫁给刘亮佐,让不少粉丝觉得,很不能接受。 现在看来,他是真的幸福的,嫁给一个大龄,已婚生子的男人,也可以收获,这么甜美的爱情,期待他们的小宝宝,如约而至吧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 请不吝点赞,再走啊。